歡迎回到金錢戰隊節目現場 這一段要跟穆華哥來討論一下 為什麼股神巴菲特 一直在賣股票 這個波克夏公布他最新第二季 就上季的財報 但重點大家發覺 他已經連續第三季都在賣美股 大家看一下 我們畫面上抓的是標普 過去三季以來的走勢 換句話說巴菲特 這邊就開始賣美股 這邊也賣 這邊也賣 為什麼一直賣 不只賣股票之外 大家看一下 他現在手上的現金 已經高達1440億美金 好不好 這是手上握有的現金 同時更重要的 過去他們常常會買庫廠股 那覺得波克夏公司技巧不錯 買庫廠股可以賺利差 很抱歉 這次庫廠股的金額 也創下了2020年來的新低點 所以代表他連自己公司的 利差也不賺 然後也不買股票 對 所以莫華哥 八爺爺到底在想什麼 你覺得 八爺爺當然想 現在沒有便宜的東西可以買 是 不然不會手握1400億美金的現金 那麼大的一個部位 還不出手 而且他這個現金的部位 是他的歷史的一個高位 是的 就是巴菲特海瑟威這家公司 現金部位的歷史高位 那我們看到其實滿重要的警訊是什麼 標準普爾五百指數 其實已經太久沒有出現過5%的回檔 這個其實滿不正常 因為過往的情況 美國股市以標準普爾五百指數來講 每一年大概都會出現三次 平均來講三次的5%回檔 這樣子有一點點壓力釋放會比較好 對 所以說因為長期的這樣子一個走高 都沒有像樣的回檔 所以說股票都不便宜了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巴菲特當然沒有辦法大量的去買股票 就買超股票 所以連續三季的賣超 同時自家的股票他也不買了 貓哥講到一個重點 到底巴爺爺覺得股票便不便宜 其實便不便宜 有時候是一種感覺 當然 對 但是巴菲特爺爺有他的指標 比如說他會說過去我相信 這個大家有在研究巴菲特選股的人 他會看ROE 這個股東權益報酬率大於15%的 或是這個資本報酬率大於多少% 或是美股盈餘等等 這叫做巴爺爺指標 他覺得如果沒有符合這些 他就不買 他寧願持有現金也不買 所以這一段 穆劃哥要教我們 巴菲特也有他的指標 我們的這個 軟菲特好不好 軟菲特指標怎麼看 你覺得應該選股 怎麼選股 其實選股有非常多的方式 你從這個價值面看選股 你也可以從成長面看選股 巴巴菲特的選股方式 那我今天提供一個 從成長面看選股的 這個主要是針對 雲端概念的相關股票 為什麼雲端概念的相關股票 它是一個未來 這個產業趨勢向上的族群 大康我請問你 這個雲端相關的產業 或者說軟體相關的產業 他們的成長力是不是很大 肯定的 速度很快 但相對而言 他們可能還沒有獲利 如果說你用價值面去選股的話 你通常不會選這些股票 可是你會發現這些股票 就特會漲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改一個方式 用成長面來選股 所以今天要教大家的是 Rule of Forty 對 今天要教大家Rule of Forty Rule of Forty 是現在目前華爾街 很普遍在用的一種 所謂成長面選股法 所以Rule of Forty 就是事實法則 它就很簡單的一個概念 它把兩個數據加起來 如果大於等於40的話 這個就是可以入列了 哪兩個指標 就是營收增長的幅度 那另外一個 就是Abitda的一個 利潤率的增長幅度 那我們講說這個EBITDA 什麼意思 就是它是睡前 習前 折舊 貪消前的利潤 所以說它跟一般我們看到的 所謂淨利潤的概念不一樣 但很多法人會看這個指標 對 怎麼看這個指標 華爾街其實特喜歡看這個指標 他們還倒不太喜歡看淨利潤 所以你看這個指標 你可以上Yahoo 如果我們要用這個 EBITDA的相關數據 都有單獨這一項列出來 對 所以說 假設說你選了這個股票 它的營收增長加 EBITDA的淨利潤增長 達到40或等於40 就入列了 可是如果講說 我們再把它進一步衍生 叫做Rule of Forty的加權規則 什麼叫加權規則 我們就更重視營收增長 所以我們把營收增長的加權 是我們這個利潤增長的一倍 1.33跟0.67剛好一倍對不對 這樣子一個兩個相加出來的 如果大於等於40的話 基本上它就是一個更重視成長性的一種 就把營收放成首位就對了 對 我們來比較一下 今年上半年 各大指數跟我們剛剛講的概念 它的報酬率之間的關係 我們來做一個印證 標準普爾 今年上半年的報酬率是16.4 你看沒有出現5%的回榜 最大的down turn只有3.8% 納薩克100指數14.6% 最大down turn9.7% 回檔比較深 對 回檔比較科技股 Dow Jones14.6% 最大down turn4.1%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S&P1500 1500檔股票的IT IT產業 它的這個報酬率15.2% 最大down turn將近10% 那我們來看ARKK 大家記得嗎 女股神的旗艦ETF 俗稱的這個木頭小姐 對 今天我們來看到 它今年上半年表現不好 就4%多 而且最大down turn35% 可見今年上半年 它的波動性還真大 因為它都是Innovation概念 所以說今年看起來好像成長型的概念 不太對比 它專門找那種新創產業 對 那這個SKYY是一檔ETF 這檔ETF 它是專門做雲端相關股票的ETF 你可以看到它今年的報酬率13% 最大down turn16.4% 告訴你什麼 告訴你其實今年 不像去年 美國股市主要漲的是成長股 所以今年比較價值型股票 工業股 原物料這些股票當到了 那我們再來進一步看 我們看下一頁 大家可以看到 我有幫各位錄列了一些 這所謂的SaaS 就是我們一般講說 Software as a Service 就是說雲端概念的相關產業的股票 我們一般叫做SaaS 今年上半年的績效 我們把第一季跟第二季 還有半年來的績效做一個比較 大家可以有發現 上半年這一些SaaS的股票 每股很重要的一些個股 陸列出來 這都五顆星的股票 是在我們剛剛講 如果FOTY裡面這個規則 他們都符合 都符合的 而且他是最高等級五顆星的 你可以看到他們其實上半年 大部分都跌了對不對 對 紅的比較多 紅的是下跌 可是有沒有發現下半年開始他們 開始在漲 變成漲的比較多 譬如我舉一張例子 很有名的一家公司 叫Datadog Datadog這家公司 你看他上半年跌17.6% 可是他下半年漲36% 然後26週 就半年他的報酬率12.1% 基本上快追平了 S&P500指數的報酬率 所以說感覺起來下半年 似乎跟上半年有點不太一樣 成長性的概念又慢慢再回來 所以說從這個地方可以看到 這樣的一個趨勢 特別在你講的雲端產業 好像這個趨勢更明顯 對 那這個是我們剛剛講說 從成長面去選股 蠻適合美股的 台股他比較難掃到 這種所謂的 大家記得這是for美股 有做這個海外交易的人 沒錯 因為台股比較少 SAS這種概念股 就純軟體的比較少 那我們來看一下台股 我們怎麼選 我們看下一張 我要跟各位報告 現在目前最紅的海運三雄 海運三雄很多人講說 這個從本益比去選 這個看這種股票不準 對 有人說景氣循環股 不能從本益比對不對 好 那我們從價值面好不好 大黑我請教你一件事情 重塑一個這個長榮的船隊 容易還是開一家IC設計公司容易 但是IC設計比較容易 我要去哪裡買那麼多船 兩百多艘 對啊 股本這麼大 對 所以我跟各位講 那我們就從一個 這種公司重製的價值面來看 我跟各位報告 華爾街有一個很重要的 所謂的價值估算 跟這個營收估算法 我們來看這一行 就是說所謂企業價值 去除以它的營收 除以營收 通常除出來這個數字越低 代表這個企業價值 越高越值得投資 有低估的情況 各位可以看到 長榮是多少 2.54 然後萬海是多少 萬海是5.16倍 然後陽明是多少 2.74倍 所以海運三雄 我不知道他們後面走勢會如何 如果給我挑的話 我要首先選長榮海運 如果從價值角度切入的話 對 從價值 這價值